如果你在全家在一起 可以跟旁邊你的家人 或是在一起 在這裡祝大家新年快樂 全家蒙福 感謝主今天有這樣的機會 和弟兄姐妹再一次來分享主的話語 我們今天要順著我們今年教會的主題 衝破攔阻逆流而上 來看如何成為在這樣的環境裡面 成為一個變革的推動者 我們要從《約束雅記》第十四章 我們這兩節的經文 我們一起來讀 《約束雅記》第十四章十一節 我還是強壯像摩西打發我去的那天一樣 無論是征戰是出入 我的力量那時如何 現在還是如何 求你將耶和華 求你將耶和華那日应許我的這三地给我 那你由雅那族人並寬大堅強的臣 你也曾聽見的或者耶和華 照他所應許的與我同在 我就把他們趕出去 讓我們再一次地後祷告 請我們再次感謝讚美你 讓我們雖然在疫情期間 我們沒辦法實體的聚集 主我們求祢 也讓我們仍然能夠一起經歷到 主祢同在的恩高 求祢今天向我們來說話 讓我們體貼神的心意 也聖靈幫助我們如何去行出來 我們這樣祷告感謝 奉主耶穌基督生命 阿们 感謝主今年的主題 真的是讓我們能夠在這樣的環境裡面 衝破拦阻 逆流而上 剛剛我們所讀的這個經文 我們都非常的熟悉 是迦勒在他八十五歲的時候 再次向約束雅來說 把這三立給我 其實迦勒就是一個很好的榜樣 他突破攔阻逆流而上 一般來看他已經八十五歲了 而且他從四十歲就開始征戰 應該是個 可以退休 告老還向的日子 可是他沒有 而且不但沒有 他還 向耶穌亞說 你把那最困難的三立給我 他說那三立有 雅那族人 就是很高大的巨人 還有寬大的城 很多時候 我們被這疫情困住的時候 特別在這個選情以後 好像把教會 把基督徒就逼到一個牆角 很容易的 我們就說 哎呀我們就關起門來 我們就等著主再來吧 或是我們就自求多福了 可是這個時候 正是我們要學習家的精神 他逆流而上 他沒有看到他自己的年長 而且他沒有選擇那最容易攻打的三立 反而是攻打他要向神祷告說 耶穌那三立是有雅那族人的 是有堅固的城牆的 因為他知道神的應許 是要把這三立賜給我們 所以我們今天要從 這樣的一個背景 我們來學習 怎麼樣我們能夠重新奪回 神所應許我們的三立 在1975年的時候 神同一個時間 像這個Campus Crusade的創辦人 Bill Bright 還有Lauren Canhan 是萬國使命團的創辦人 他們都同時間領受的這個七三的策略 什麼是七三的策略呢 當然這不是聖經裡面沒有講這個 但是神透過同時間 向這兩位屬靈的偉人來啟示 在這影響文化裡面有七個山頭 分別是家庭是我們開始的地方 教會是我們受裝備的地方 教育是我們被塑造的地方 政府是我們治理的地方 商界或職場是我們工作的地方 媒體是我們傳播的地方 藝術與娛樂是我們慶賀的地方 他說到如果我們要為基督耶穌影響任何國家 那麼我們必須影響作為任何社會 制度的這七個領域的山頭 這裡是戰場 在這裡將會決定文化的勝負 當然這只是一個代表性 我們可以看到科技 還有醫學很多 但重要重點就是說 他們同時領受這個意向的時候 是讓我們看到教會 無法僅僅在教堂內和主力學的教室裡面 履行改變社會的使命 教會要在國家中建立上帝的國度 那國度就必須影響到街道 工作場所 政府娛樂場所 如果我們將把 嘗試把這些就保留給自己 那我們將會失去它 這是在烏克蘭一個很有名的 很有影響力的牧師叫 Sunday Adelis 他所講的 他是一個奈及利亞的一個牧師 卻到了烏克蘭成為那個地方 很有影響力的教會的牧師 我今天很多的分享是要從這本書叫 Change Aging 它是All Human寫的 他說上帝呼召我們每個人在影響力的領域裡面 成為一個變革推動者 就是Change Aging 上帝呼召我們去影響 當我們一次影響一個人 一次影響一個行業 一次影響一座山 那當我們每個人都這樣做的時候 文化就被重新來改變了 我相信這一年來 這個世界有很大的改變 其實我們應該很慶幸 神讓我們活在這樣的世代裡面 除了疫情以外 整個美國的政治環境 實在是讓我們看到 我們不能再沉睡了 教會要興起的時候 或許很多弟兄姊妹覺得很推頭上氣 但這不是神的心意 或許很多人覺得就很埋怨或是批評論斷 我覺得這也不是神的心意 神是讓我們活在這個世代 看到這個時代的問題 好叫我們成為這個世代的變革推動者 成為神的器皿 能夠來被神所使用 因為這樣的一個改變世界的一個desire 一個願望呢 其實是放在每個人心裡面的 而一個變革推動者 就是選擇要來帶來改變的人 所以我們今天要從四個方面 來看如何能夠成為一個帶來改變的人 首先第一個我們要先成為一個被改變的人 歐斯文說個人危機往往是我們人生中更大故事的前門 不是這樣子嗎 很多時候因為一個個人 我們面臨了危機的時候 你才認識的神 你才謙卑的自己 同樣的當一個國家一個社會 面臨了問題的時候 面臨了危機的時候 反而是神工作的一個開始 Chart Coulson這個人 因為我最近在唱世界觀的課 其實就是受他的影響 他本身自己就是一個被神改變的人 他原來是不信神的 而且他是布朗大學的法學的學位 後來又成為美國的海軍陸彈隊 在他38歲的時候 就成為美國總統尼克森的特別助理 你可以想像嗎 在這麼年輕的時候 就擔任這麼重要的職位 而且號稱他一個綽號叫做尼克森的筷子手 就是尼克森要做什麼 他一定赴湯蹈火在所不齊的幫他做 也就是因為這樣 他捲入了當時候的水門事件的一個醜聞 他一天之內從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變成一個囚犯 可是因為就是這樣 他千輩了自己 他在入監獄之前 他的朋友向他傳福音 他接受了耶穌基督成為他個人的救助 特別當他在監獄幾乎十個月的時間的時候 被神充分的改變 當他出來以後 反而選擇重新回去 幫助那些在監獄裡面的人 所以他成立了監獄團體 現在這個組織騙滿了 事實上一百多個國家 他把他餘生放在去 關心這些被罪犯 因為他們犯的罪 而在監獄裡面的人 可是更重要的是 是讓他們知道 我們的罪是可以有一條出路的 所以他也開始了 撰寫有關世界觀的故事 這些教導人怎麼樣重新生活 因為他發現很多人出了監獄以後 過不久又回去了 因為他們不曉得怎麼活 因為他們不曉得怎麼樣 這個能力來活出 神要我們活的 所以就可以看到 第一個 當我們要成為一個 Change agent 要改變別人的人 我們先要被神所來改變 聖經說 若有人在基督裡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過 都變成新的 特別今天 我們還在大年初三 是中國的新年 我們特別強調 我們要除舊不新 怕我們在主裡面 我們每一天 都能夠做一個新造的人 如果你今天還沒有認識神 這是一個大好的機會 神把我們外面的環境都挪去 都單單讓我們 可能現在 就在困在家裡面 可是就是神 來向我們工作的時候 所以求神幫助我們 把握這樣的機會 更多來認識神 更多來被神來改變 第二個 我們不大先至於被改變 我們要成為一個心意更新的 羅馬書十二章二節說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 只要你們察驗 何為神的善良存全 可喜悅的旨意 很久的時候 我們基督徒成為基督徒以後 是的 我們知道我們要去敬拜 我們要讀經 我們要禱告 我們要做很多 神要我們做的事情 可是我發覺 很多時候 我們的心意沒有被更新 我們還是按照 世上的法則去行 所以這是為什麼造成今天 教會沒辦法來影響世界 特別 很多時候 我們以為成為基督徒以後 我們就要把全心全力 就投入我們的時間 精神 金錢什麼 就放在教會裡面 沒錯 這很重要 如果沒有教會 我們沒辦法 而且這是神的心意 但是 我們不是只有在 單單在教會裡面生活 你看 一天你能夠 一個禮拜 你能夠多少時間來教會 其實我們還有很多時間 我們在我們的工作場合 在我們的家庭 在我們的學校 那我們如何能夠活出 不單單只是主日的基督徒呢 我們就要 心意更新的變化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這是為什麼 去年 因為疫情的時候 我就開始開著 這個世界觀的課程 感謝很多人回應 因為我們看到 因為我們 如果跟世界沒有活的 沒有什麼兩樣的時候 我們就沒辦法去影響這個世界 反而很多時候 我們卻被世界給同化了 特別是 我們的觀念是說 以為神的真理 只有在我們的 這個得救的真理裡面 所以 一個很有名的神學 他也是荷蘭的總理 他說 宇宙中沒有任何一個領域的一寸土地 耶穌基督不將他的腳踏在其上 說 這屬於我 這是我們要重新看到的觀念 但我們今天在埋怨 為什麼美國的政治這麼腐敗 為什麼美國的學校這麼腐敗的時候 因為我們撤手了 因為我們以為神的真理 只有在我們如何能夠得救 我們就忘記了這個世界是上帝所創造的 他托管他的百姓 要來生養眾多 片滿這地管理這個地方 當屬神的人 撤手的時候 那是誰在管呢 當然是不屬於神的 而用不屬於神的法則來管理 最近我在每天我們在線上 帶這個年輕人查訓的時候 我們就讀到這個立位記 真的很難想像 立位記通常是我們最難讀的 但是我們這幾個禮拜 真的跟孩子們一起讀立位記 哇 大家都 我包括我自己 真的很有得著 其中我發現一個就是說 當你讀到立位記的時候 你們看到神要摩西如何建造會幕 然後很多這個規矩 還有祭司要怎麼樣來服事 寫得非常的清楚 沒錯 好像我們就說 神很重視在會幕裡面生活 他們的敬拜生活 可是神沒有停在那裡 當講完這個以後 他就教導這些以色列人 什麼可以吃 什麼不可以吃 住在他們的營區裡面的時候 這些結界的方式 怎麼樣能夠做一個 在他們自己的生活裡面 也能夠榮耀神 從這個我就發現 看見神不是只有 當然要看到我們在教會裡面 教堂裡面的生活 就好像說他沒有看到 只是在會幕裡面的生活 神要讓我們看到外面怎麼生活 因為我們要聖結 神說我耶和哈你們的神是聖結的 如果我們在教堂外面的生活 沒有按照何的神信 我們是沒辦法來到神的面前的 而且神也在乎 你記不記得當大衛要把這個月櫃 所以 搬到耶路撒冷的時候 他自作聰明 他就用牛車 而且還是新的牛車 說哇 這樣多好 讓神坐車子 而不是坐轎子 結果牛車就翻了 烏煞還去摸 他想扶 結果就被神擊打了 所以讓我們要心意更新的時候 就是說我們要了解 神在我們每一個生活領域的教導 而不是按照我們自己的行為方式 最近我們都在談政治的時候 我們大家看到很多這個 我們所謂自由派也好 左派也好 其實他們都是很有愛心的 某一個角度來講 OK 因為他們希望幫助 改變一些社會的問題 很多時候其實我們反的基督徒 我們退守了 我們說這世界是越來越敗壞的 越來越敗壞 耶穌基督徒就表示再來了 怎麼可以讓他變好呢 這是我們要反省檢討的 其實你看現在很多的方案 就是要如何幫助這些 所謂受逼迫的貧窮的 在大蝦頭的時候 美國早就試過了 那時候那個Johnson總統呢 他就提出一個方案叫做 The Great Society Program 花了好多錢 他們決定要把貧窮給解決掉 還呼召了很多年輕人 進到這些陰的屍體裡面 去幫助人 其中就一個叫丁坤士 這個一個小書家 他那時候還是大學生 他就回應這個呼召就進去了 結果他發現 這不是幾個解決方案 他們是被呼召去做一個Tutor 就是要去幫助他們輔導課業 可是他發現 這些在Industry的孩子 通通是做過監牢的 而且呢 他以前前任去做Tutor的 是被打的跑掉的 因為他們所需要的是家庭 他們所需要的是道德的教育 而不單單是知識上的教育 這是我們教會可以提供的 我在跟年輕人常常在談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就跟他們說 如果今天沒有聖經呢 我會跑這個去參加這個BLM的 protest 我會跑第一名 因為我們都有看到 這世界的一些問題的時候 我們覺得說 我們要趕快把它解決掉 但是如果沒有聖經的時候 我們就是用人為的烏托邦的方式 以為說很快的 你只要這樣一個program 錢放進去 馬上就可以做到一個烏托邦 這是我們很多時候 年輕人被這樣的錯誤的思想也影響 可是教會 我們卻又沒有提出一個聖經的方案 其實聖經都有給我們答案 1960年代 黑人有30%是單親的家庭 今天70%是單親的家庭 這才是問題所在 你如果一直撒錢進去的時候 你看這是我們過去所得到的成果 所以呢 當我們要影響這些文化山頭的時候 這個Ostium他就說 不在乎每個山頭是不是有很多基督徒 而是這些基督徒有沒有影響力 而且呢 家庭呢 是所有這些影響文化的根本 所以我們要記得 當神創造人類的時候 他說創造亞當夏娃 讓他們 二人成為一體 讓他們 要他們 生養眾多片滿全力管理這地 這是神的方式 所以今天我們要出去說 我們要影響這些文化的時候 如果我們想要 還是想要用自己的方式 那我們就 又走錯路了 所以 有一個例子 很有意思 一個Ray Clark這個人 他是把麥當勞呢 這個企業呢 成為非常成功的一個企業 他說呢 我相信上帝 家人和麥當勞 但是在辦公室裡面呢 這個順序就反過來了 所以你看到 他說我相信上帝 家人麥當勞 可是一到公司呢 誰第一位啊 麥當勞第一位 工作第一位 這是我們今天所出的問題 我們以為信仰 只是在我們個人領域裡面 出了 出了大門以後 就反過來 可是你最近有沒有發現 這個Intel 最近請了一個新的CEO 他叫這個 Pat Gissinger 去注意一下這個人 他是很敬虔的基督徒 然後他在幾年前呢 他就寫了一本書了 那時候他 他是 還不是CEO 他是那個科技的 去technology office CTO 很有意思 我最近買了他的書看了 他裡面就寫了他的人生的目標 他就寫下說 他有一天要成為Intel的CEO 結果今年 就上個月吧 神成就了 但是他說呢 作為主耶穌基督的重生信徒 我的信仰是我自己 我所代表的東西 我的夢想成就 以及我想成為一個男人的 一個人的基礎 我的信仰是我性格和生活 我建議中 不可分割的要素 弟弟有沒有 這是我們今天要的 我們不是把信仰 把家人擺在一邊 然後你在功成名就說 喔 榮耀歸以神 No 而是你把信仰 放在你的第一位的時候 神讓你高舉的時候 這才上了神得到榮耀 他從來沒有說他不是基督徒 而且他用神給他的智慧來管理 這是我們要學習的 我們要心意更新的變化 讓神信仰不是只有在我們個人性裡面 而是在我們每個生活的層面裡面 所以我們第一個 要先成為一個被改變的人 第二個成為一個心意更新的 第三我們要成為一個問題的解決者 成為問題的解決者 A problem solver Not a problem maker OK 我們每個人都是為解決問題而創建的 多年來我們一直以為 影響文化最好的方式 是在我們陳時中開展 福音運動 辦步道會 儘管這些活動很重要 但是他們並不能改變社會 他們必須包括定位在每個領域 頂部的信徒的活力 這些影響者定義的文化 成為一個文化中心的問題解決者 成而對其產生的敬錢的影響 不是這樣嗎 很多時候我們想到的就是辦步道會 以前Billy Grant辦很多 感謝主 我們絕不說這個不辦 可是很多時候我們只停在那裡 然後辦了步道會 趕快把人帶到教會裡面去 我們以為這樣就達到了 但是這只是開始而已 當人進到教會以後 是我們要裝備他們 然後應用神給他們的能力智慧 去回去來解決這個世代的問題 我們通過變得更好 變為文化的領導者 其問題提供解決方案 而獲得影響力 約瑟不就是這個例子嗎 當神給他聰明智慧 知道為法老來解夢以後 他沒有就停在那裡 他繼續給法老說 因為有七年的豐收 另外有七年的栽風 所以你現在要請一個聰明又有智慧的人 委派他治理埃及地 請法老這樣做 然後他就可以讓埃及能夠度過這樣的挑戰 所以約瑟是一個問題的解決者 同樣 但依禮也是這樣 神給他聰明智慧以後 他的聰明智慧高過其他人 神就讓他成為 尼布甲尼善王的宰相 他就能夠在那裡來幫他們解決問題 其實呢 當讓我們的孩子看到這樣的意象的時候 我相信他們會很努力用功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把我們的孩子的限制住了 你為什麼要用功讀書呢 要進好的學校 你為什麼要進好的學校呢 因為可以找到好的工作 你為什麼要進好的工作 可以有好的生活 這就是我們教導我們的孩子的 難怪孩子失去了志向 其實世界給我們的孩子的是更大的挑戰 因為世界給他們這樣改變這個世界 我們要的就是他們一個好的 為自己的生活 這是我們要反省的 當我們讓我們的孩子看到說 他們被神所創造 這些聰明智慧都從神來了 他們有一些能夠成為約瑟 成為蛋液 在這個世代為神來做光 為神來掌管 來管理這地的時候 我相信 這個意象 會更督促他們好好的用功讀書 所以馬丁路德說 不處理當今問題的福音 根本不是福音 A gospel that does not deal with the issue of the day is not a gospel at all 其實這個世代在等待教會給答案 而不是我們只是在定罪這個世代 這是我們教會要興起的 那你說如何呢 如何去改變呢 我們要透過創造來改變 如果你只是批評批評 沒辦法改變了 所以一個書的作者 他叫Culture Making 他說改變文化的唯一的方法 是創造更多的文化 只有在某種新事物 以某種非常切實的方式 取代現有的文化情況下 文化變革 這個才會改變 記不記得我們以前大家都還用Beeper 對不對 或是那種打電話 現在都看不見了 結果什麼改變的 iPhone一出來 手機出來 全部都沒有了 這是一個創造所帶來的改變 不是嗎 你如果說一直在批評這個 這個電話這樣不好用啊 這個怎麼樣 沒有用的 你創造一個新的更好的 大家就用過去了 所以他就說 人類非常罕見 因為有人譴責 而放棄某些文化 無論我們如何抗議 譴責所提供的文化產品 除非我們提供其他選擇 否則情況不會改變 除非我們提供其他選擇 除非我們提供其他的選擇 除非我們提供其他的選擇 我們在學習這個課程的時候 我看了一個他所講的 讓我很扎我的心 他說我們現在是的 我們要來為神定義這個真理 特別在性別上面 當拜登出來以後 你看這些所有的這些性別問題 這些學校 都他要大肆來推動這些 所以我們就可以開始 很批判這些事情了 可是歐斯先生說 如果離婚率降到5% 就不會有這些性別問題 哇 這是我們要反省檢討的 是上一代人要反省檢討的 因為家庭的破碎 造成的這些 這是一個產物 所以我們要重新回到神的設計 你如何創造一個很健康 很充滿神愛的家庭呢 讓人家看到神的創造美好的時候 他就會被吸引 如果我們的家庭都是這樣的破碎 都充滿了這樣怨恨的時候 難怪 難怪我們的下一代 要選擇不同的生活的方式 所以有一個作者他說 這個美麗能夠改變世界 能夠拯救世界 很有意思 他說我們應該成為快樂的歌手 而不是用憤怒的抗議 在世俗文化中搖晃拳頭 而是用神聖的事物來改變世俗 我們的任務不是抗議世界 達到某種道德上的一致性 而是要吸引世界到基督的救贖之美 我們做到最好 不是通過抗議或政治行動 而是通過在世界建立美麗的存在 美麗的存在 哇 當我讀了 我看到的時候 真的是 這是我們要 神在這個事情要我們做的 是的 我們要為神的真理來述說 可是我們要行出來 就好像我們今天做一個新的產品 你一定要先造一個 prototype 對不對 讓他來看 不是講我們這個產品有多好 而是你要說 欸 你看一下我們這個 這個新的產品 多好用 讓他說 哇 真的是太好用 很好 人家就會來買了 所以這是我們要積極來建造 這個 按照神的新的 prototype 在這個世界上 建立一個美麗的存在的時候 次人就會看到說 哇 我也要 結果大家都知道我有四個孩子 其實我原來也沒有想要生這麼多了 那其實後來我想生的更多 可是生不出來的 太晚了 當我還只有兩個孩子的時候 我太太就 那時候我們開始 做在家教育 Homeschooling 其實一開始 我並沒有什麼興趣的 那這是他一直邀請我就去了 那有一次就參加了一個 我們叫Homeschool Convention 就是那種大會就是 每年每個州都會有一個 就我到了停車場了 我就嚇一跳 大部分的車子呢 都不是mini van啊 或是那種小車啊 都是那種十幾人做的那種van 我就說 哇難道這麼多的那種廠商 來這裡做展覽嗎 欸 可是那個門一打開呢 我就看這次跑出來是誰 小孩子啊 一個一個跳出來 而且呢 井然有序啊 我真的嚇壞了 竟然可以有這麼多孩子 然後有這樣的一個 一個很和諧 很peace這樣的一個picture 我就被那個美麗給吸引了 你不要跟我說你要生幾個孩子 趕快生了 我在講八年沒有用 因為你一個就搞不定了 對不對 你還叫我生好幾個 可是當你看到全家人 可以在一起有這樣的一個 美麗的存在的時候 你就被吸引了 啊 這是怎麼做到的 我也要 當今天有人到我們家裡來的時候 有人到我們教會來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這樣的美麗的存在 有這樣的神的同在的時候 就能夠穿越他們的理性 而能夠被吸引 最後一個 我們要成為團隊的一員 當網路團結起來進行變革的時候 就會發生真正的變革 如果沒有其他秩序相投的變革者 之前合作來聚集他們的資源 我們改變文化就不會產生了 這個世代真的是讓我們看到 你只要有這個網路連結起來的時候 那個改變 那個動力是超乎我們自己一個人的 耶穌也說到 當時他們都合而為一的時候 世人就可以看到知道說 是你猜我來的 所以耶穌一直在講說 我們要合而為一 但是今天的合而為一 不只是說 在教會裡面的合而為一 而是在這個 事工上 特別比如說我們出去 要供這些山頭的時候 你要拿下政府 你要拿下這些媒體什麼的 不是一個人的 而是需要一群人 當這個祭司他們在抬約會的時候 你知道是要幾個人抬嗎 是要四個人一起抬的 一個人沒辦法抬 所以當我們要成為一個改變的推動者的時候 變革的推動者 我們就要像祭司一樣 我們要有一群團體 一起來走 一起來走 一起扛著 李維茲也說 你們五個人要追趕一百人 一百人要追趕一萬人 仇離必倒在你們刀下 我昨天聽到一個視頻 他說其實這個所謂自由派 左派他們是非常團結的 他們只要一個議題 對他們有意 所有人都會站出來支持的 反而很多時候 這保守派或也好 或是教會 我們不敢 我們沒有統一的看見 五個人可以追趕一個人是二十倍 一百人可以追趕一萬人 那是一百倍啊 當你看到如果能夠這樣 合起來的時候 那個動力就非常不一樣 我真的看到最近在 我們在禮拜六早上 這個世界觀的課 已經上了試堂了 你如果還願意參加 還是歡迎的話 我們在每一個山頭 在探討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們又分了另外一個 每一個山頭 又有一個群組 我就看到這些弟兄 你們在裡面非常的熱烈 在討論 怎麼樣來更多的影響 今天是情人節 本來很多人在做這種 單身團契的事情 我就說 因為我們在群裡面 討論有些人要說 能不能再做這個 說別人去做就好 可是很多同工他們說 我們要來做 結果一個新的時工又成立了 今天晚上八點鐘 我們等於說剛好情人節 我們會成立一個婚姻的預備群 這不是單身團契 而是如何來預備走入婚姻 因為有這樣的連結 所以很多事情就能夠很快的來推動 而且現在這些都是可以 我們可以在不同的國家 不同的州一起來合作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時代 當連結的時候 是跨越一個physical location 而是能夠跨越這個時空的 所以讓我們把握這樣的機會 你這樣當大燕他要飛行的時候 他是要按照一個formation 為什麼這樣飛 這樣可以節省百分之七十的動力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時候 是要連結的時候 所以求生幫助我們 在這樣的疫情選情各種環境的逆境之下 讓我們那個逆流而上 成為變革的推動者 我們不單只是在停留在 我們頭腦裡面的belief 而能夠行出來 讓我們先成為一個變革的 被改變的人 成為心意更新的 成為一個問題的解決者 最後我們成為團隊的一員 好讓神的心意在這個世代 我們能夠來為神攻下山頭 我們就用這種詩歌來回應 奉仿今天神的聖靈來攪動我們 我們不是在坐在家裡面 只是為了自己的事情 或是說覺得這個世界已經敗壞了 讓我們看到神的心意 哪一個山頭 哪一座山 是神特別放在你的心裡面的 讓我們像迦勒一樣說 神啊我雖然年紀已老 我雖然沒有什麼資源 但是求你把那座山給我 特別把那最困難的山給我 因為這是你的應許 讓我們抓住神的應許 讓我們抓住神的應許 把那座山給我 讓我們一起請你 中國的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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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心懼怕 不斬盡 我的主 全心心靠你 用主說實地 剛強壯的臣子 應得應許之地 先剛送牙 將這山地 上司給我 太大的 早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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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站立 往众生命显高 我为他 应许之地 让我们再唱 应许之地 一步一步 他竟应许地 宗多地 愁意和坚固地城墙 是我心惧怕的战绩 我的主 全心依靠你 我的主 全心依靠你 用主说 师弟刚强壮的能力 应可应许之地 宣告送呀 将至三地 尝试给我们 在那日 遭处说 应许 我应不站立 从主生命显高 我为他 应许之地 在那日 遭处说 应许之地 我应不站立 从主生命显高 我为他 应许之地 我们开始来打抱 从你家里开始 从个人开始 主啊 从你把这样的意乡 使定 后主啊 我不站立 在那里 遭处说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让我们成为一个变革的推动者 主啊我们在定罪这个世界的黑暗 主啊让我们把你的爱 把你的真理传扬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让我们生活的方式 让我们把你的法则 能够应用在这个社会的每一个层面的时候 让他们看到神的真理和美丽 我们谢谢你 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明 Amen